這件衣服當人大宣佈了所謂在香港部分實施國安法時 我不知道穿不穿得 寫著結束一黨中共專政另一黨專政 穿這件衣服逛街 一個可能沒有事 一千個可能就有事 一萬個就更加有事 如果六四的集會是如期舉行時 每個人穿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這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穿 包括煽動顛覆 在大陸穿這件衣服是會拘捕的 這件是做給大陸人穿的簡體字 在維園舉行一個燭光集會 在1989年中共派遣軍隊去殺害中國人 我用中國人的身份說這件事是錯的 這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如果我叫一個美國議員來講話 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大家要留心 境外和外國 包括台灣 境外就是台灣 外國就是英美 就是其他的國家 他寫得明白 我告訴大家 他說的話完全是胡說八道 恐怖主義的活動 在國際的框架裏面是有反恐法的 我們香港也有的 是加入了的 所以如果對付恐怖主義 是無需要他去說話的 因為在2001年之後 有一個國際框架是講反恐的 不用他多事 所以其實他講來講去 四個罪行 顛覆國家政權 就是我剛才說了 反恐是多餘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行政事務活動 其實當日在23條的時候 大家就很害怕 你在香港做生意 他可以因為這樣凍結你的戶口 是不是 這些全部都陰魂不適的 所以我 還有一條最危險的就是 第四點 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 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依法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危不危險 即是說 不用中聯辦 因為香港 裡面應該是有 這個 國安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 在香港依法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職責 設立機構 當然第五點更恐怖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並 開展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依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情況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你聽過沒有 我不知道是三個月 現在是一年了 如果第四條和第五條一讀的時候 即是說 國安局在香港執法 行政長官 是沒有辦法去阻止的 還要 告訴他我協助了多少次 說得明白 還有什麼要說 全部的問題 都是假的 我記得 我當年是 這個 47歲的時候 2003年 要立法 我們香港人說一個原則 我今天想問共產黨還有沒有這個原則 就是叫做約翰尼斯堡原則 什麼叫約翰尼斯堡原則 就是說 任何的罪行 不能夠以提倡 不能夠以提出呼籲 去拘捕 有刑事的責任 必須是 那件事 是已經在明天舉行 即是說舉個例 你說別人 提出就是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提出結束一黨專政 不是罪 有個團體說結束一黨專政也不是罪 就算你說結束一黨是罪 即是說你明天起義就是罪 立刻抓得 這個原則我想問 在北京的人 還成為以言入罪的原則 劉曉波先生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劉曉波先生在2008年 寫了這個2008憲章 自從2008年被捕之後 出來的時候已經有一堆骨灰了 我想問 劉曉波先生 就是在中國的 國安法的框架底下被處理的 我再想說一樣 提醒各位新聞界的記者 基本法是1990年 4月4日就不知多少通過 這個基本法1990年 而這個最先的版本 中國的國安法1993年 是6月4日通過的 6月4日通過的 所以為何我們在基本法裏面寫 說要就七宗罪去自行立法呢 是因為當日中國連國安法都沒有 所以他不會說 你們跟國安法 因為那時候沒有國安法 所以他就抽了七項罪下來 叫我自行立法 因為那時候沒有國安法 明白嗎 因為那時候沒有國安法 那我們自行立法的成果在哪裏 現在直接實施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裏說 我們反對他 這個立法 他就是看到一個問題 每一次如果他根據 香港的立法機關 即是根據基本法 由政府提出來 拿去立法機關通過 是通過不了的 2003年通過不了 2003年他都是多數來的 不過有人轉台 前北進轉台 送中不行 明天都不行 所以今天的所謂 人大 去直接宣佈實施 表明了不是一國兩制的元旦 是共產黨沒有辦法 去 用他的方法壓服香港人 即是根據一個不是普選的機制 但是由他去控制的立法機關 都沒有可能通過這件事 因為香港人一定會 比反送中更害怕 現在我想說 如果他說這個國安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安可以在香港執法的時候 即是審訊都可能回到大陸 即是反送中條例 局部 局部已經實施了 因為如果國安下來了拘捕人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送上去上面審 如果你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罪 所以一次過 是將反送中香港人最害怕的事 直接實施 而且還是以言入罪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是說 怎樣阻止他立法 因為阻止不了 因為他根本已經直接實施了 所以問題就是在實施之後 我們怎樣用香港人的力量向全世界說 我們是不認為這條法例是代表香港人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坐在這裡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是要說不 因為已經發生了 說不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我們告訴香港人 告訴香港人聽 告訴全世界人聽 這是遷見的 在現在就要做了 就是我們要代表香港人 無論在議會裏面 議會外面 都大聲向這個世界說不